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帅气的小哥哥 他就是国家一级速度轮滑裁判员李凯 李凯教练曾经代表湖北队参加过全国运动会 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那么今天李凯会来教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学习时尚酷炫的轮滑运动 具体有一些什么动作呢 赶紧让我们的萌萌哥带着大家一起在轮滑场地上动起来吧 嗨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萌萌哥 我们今天是来到了咱们武汉市东西湖区的轮滑协会的青少年培训基地 我身边的这一位呢 是我们的李凯李教练 他是咱们国家一级速度轮滑裁判 其实我跟李指导呢也是老朋友了 之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咱们李指导呢 曾经代表过湖北队参加过咱们陆地冰球的这样一个比赛 一位湖北队流过汗升过光 退役之后啊也是做起了教练 那么我们能不能先了解一下啊 咱们现在龙滑在湖北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它针对着人群是什么样的 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龙滑运动 在目前在湖北省的话 主要的人群集中在三到十二岁这个青少年的阶段 然后这一阶段的孩子对龙滑运动是非常的喜欢和热爱的 而且龙滑当中的像自由式龙滑 速度龙滑 龙滑冰球 这三个项目是一个既有对抗性 也有观赏性 还有一定的经济性的体育项目 是非常适合青少年身体发展 所以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两位小朋友们 为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小朋友们呢 来做吃饭 来帮大家打个招呼 哎呀 好的 那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主题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们龙滑的第一原则 安全 主要是讲到这个龙滑的头盔护具的正确穿戴 嗯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龙滑的基础联系要注意到哪些问题 嗯 就是在我们日常训练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 好的 那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 我们头盔护具的穿戴啊 正确安全的穿戴 以及我们基础的训练 其实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龙滑的过程当中 简易的话只需要有一片平整的小粒 比如像我们小区 可以的 是吧 都是摆放几个小的锥形筒啊 小的障碍物 我们就可以进行基础的训练 所以在凡假期间 我们看到节目之后呢 也许可以买上一套小的 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个龙滑的装备 也可以在我们小区楼下进行愉快的玩耍 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第一阶段的学习内容 龙滑护具的正确的穿戴方式 在龙滑运动当中 正确的佩戴头盔护具 可以有效的减少80%以上的冲击力 有助于孩子们掌握新的动作 在没有穿戴好护具的情况下 可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身体受伤 导致孩子们对这项运动产生阴影 甚至放弃 所以我们在进行龙滑运动的时候 必须正确的穿戴好头盔和护具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 龙滑护具和头盔的组成 首先这是一个龙滑运动的头盔 在使用头盔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先去调节合适的头围 然后再搭上搭扣 头盔是我们保护头部的 接下来这边是护膝 这边是护肘 护膝和护肘的区别是 护膝会更大一些 护肘它小一些 然后我们在穿戴护膝和护肘的时候 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护膝的大头面 那是朝上的 不会把它朝下 这是错误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这个护掌 我们现在的龙滑护具的护掌 我们要注意 一定要让保护手掌的这一部分 在下面 我们很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 穿戴不正确 然后也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种情况是到了 这样才是正的 一定是在这个下面 保护好的要说的 接下来由我们这位小朋友 为大家展示正确的穿戴方法 首先我们应该穿的是头盔 头部是人体最重要的 最脆弱的部分 也是最应该做好防护的 然后我们应该穿戴的是呼吸 正确的穿戴好呼吸 不仅能避免伤害 还能大幅度减轻地面对膝盖的冲击 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然后我们再穿的是护肘 护肘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走部受伤 坚硬的外壳和高弹性面料 能够更好的保护走部安全 防止擦伤和砸伤 正确的穿戴好护走之后 我们才能穿龙滑鞋 把龙滑鞋穿好之后 最后一步就是戴上护掌 龙滑出鞋者常常因为摔倒时 支撑动作不规范 而造成手腕扭伤或者擦伤 戴上护掌后 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些不必要的伤害 在我们穿戴好头盔护具之后 就要开始我们的龙滑运动了 在学习龙滑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要如何从板子上面 自己站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双手 首先放在膝盖上面 两脚打开靠拢 好 这个时候 小朋友应该双手 用力撑住自己的膝盖 然后把屁股翘起来 三 二 一 保持身体下蹲 就不会摔倒了 这个时候我们会把板子拿开 好 在我们做站立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两脚一定要脚跟靠拢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始练习 尝试练习下原地抬脚 一 好 抬脚的时候 你保证这个脚不分开 始终保持一个脚跟靠拢的状态 这样的话 小朋友就不会 主要摔倒或者向前倾 我们再来准备抬十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停 在初学如华的时候 摔跤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但是在正确的佩戴头盔护具之后 我们可以用摔跤保护 来有效地保护自己的身体 好 首先我们要蹲下来 好 摔下去之后 身体向前扑保持自己的手指向上 好 这个时候护肢就可以不安好保护了手掌 然后是推行的是有效地减少这个缓度的压力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如何正确地站起来 好 好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先拿出一条腿 双手之前放在你的膝盖上面抬头挺胸 好 放手呼吸盖 好 这样开始前方 这样就回到我们刚才自主其立的位置 在学习完这个摔跤保护之后 我们就开始接触到滑行了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滑行动作是蹬地收腿 也是我们那个滑行当中的一个基础动作 下面有我们的小朋友给大家做展示 好 这个是陆地的蹬地收腿的动作 大家蹬的时候注意要把脚蹬直引向前方 脚蹬直引向前方 把身体的力量要在这个支撑脚上面 好 收 收脚 换脚 收 换 收 换 引向前方 好 回 好 大家记住啊 在我们在这个蹬地收腿的时候 身体是保持一个平行的 抬头向前 这样有东华的姿势 在我们在做蹬地收腿这个动作的时候 身体上半背部保持一个平行的状态 是平的 抬头看前方 好 屁股卸下蹲一点点 好 蹬地收腿 一 收 二 收 三 收 四 收 好 把这个学习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滑行了 在我们进行测试收腿滑行动作的时候 要保证双手放背后 然后屁股蹲下来 身体中心压下去之后 在蹬地 收腿 蹬地 收腿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眼睛必须目视前方 蹬地 收腿 保持身体的背部是直的和地面平行 在我们学习完摔跤保护 学习完滑行之后 我们还得学习一个更重要的动作 那就是刹车 下面有我们的小朋友为大家演示 轮滑的基础刹车方法 A字形刹车 我们在学习刹车的时候 首先是在陆地练习 脚打八字 乘微字形站立 然后 双脚 这脚尖向外 打开 向内收拢 好 我们小朋友可以演示一下 三二一 好 在刹车完之后 要保证 前面两个轮子 奉在一起 好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记住 这个刹车是由 向下蹲 然后 向上 起的一个方式 是一个蹲起的方式 来练习的 好 准备 三二一 蹲 起 抬头 好 当你身体站立之后 这个 刹车就 比较稳了 在我们学习的 基础的动作之后 就可以学习 更加高难度的动作 像有些动作 可以直接在 小区的广场 或者说 一些小操场上面 都可以完成 只要 可以摆上两个张案物 小朋友就可以 非常开心地练习了 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小朋友 他现在在练习的是 正滑转倒滑 这个动作 可以身体非常 自由地切换 正滑和倒滑 两种滑行的方式 在我们学习 正滑转倒滑的 这个动作当中 我们不仅要掌握 正向滑行 而且也要练习 倒向滑行 然后在这个 衔接过程当中 正滑转倒滑 我们是通过 腰部发力 带动大腿 然后带动鞋子 来进行身体的 一个转向 我们一定要注意 自己的身体的力量 是如何控制的 在我们学习完基础的滑行动作之后 可以学习更高级的 花样动作 比如说 我们现在将学习的滑行 直线画S 我们在做直线画S这个动作的时候 要保证 直升脚直线的另外一个脚 是画S的 身体的中心要保持一个 在左右移动的状态上面去 在我们练习 双脚画S这个动作 也称为双鱼这个动作 我们练习的时候是 双脚 脚尖是向同一个方向的 在绕装的时候 要注意是 下半身用力 扭动你的腰 然后再动脚 来绕装 向前滑行 这个过程当中 要保证这个滑行的连贯性 就需要做到蹲和起 建议刚开始练习的小朋友 可以把手打开 来用来保持住 身体的平衡来练习 单脚支撑滑行 其实就是我们一个 单脚续滑的动作 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首先我们要保证 有一定的速度 就是要我们在起步的时候 要把自己的滑行速度提起来 然后在做单脚续滑的时候 手打开 另外一个脚 脚尖抬起来 脚尖垂直向下 保证你的支撑脚 膝盖微微弯曲 头部前倾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完成这个单脚续滑的动作了 在我们学习滑行跳跃障碍这个动作的时候 首先我们一定要学会摔跤保护 要反复的去练习摔跤保护这个动作 因为在跨越障碍的时候是难免会有摔跤的情况 在练习这个动作 首先起跑要滑起来 然后临近障碍点的时候 身体保持下蹲平行 然后双脚同时跳跃过去 落地一定要保持这个身体的重心向下这个状态 就不会摔跤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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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们在林志岛的带领下 学习到了咱们轮滑护具的正确的穿戴 还有我们一些基础的一些动作 所以说我们家长在寒假期间 也可以买上这么一套户具带领我们的小朋友进行基础的龙滑训练 大家可能觉得南方地区冰雪运动离我们很遥远 但并不是的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学会龙滑之后很容易的就可以上冰 而且龙滑当中有很多项目 比如说速度龙滑和速度滑冰 那个龙滑球和冰球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大家是可以通过龙滑来去接触到冰雪运动的 还有说可以为大家学习冰雪运动 来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林志岛 还有两位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基础的演示 您看到我们节目以后 马上动起来在寒假期间陪伴小朋友 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寒假期间我们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 一定要陪着亲爱的宝贝们科学健康的锻炼起来 下周三到中午也就是正月初六到正月初八的中午12点20分到12点40分 我们湖北公共新闻频道还会为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带来湖北省体育局和湖北广电荣媒体新闻中心 联合制作的春节特别节目 少儿寒假快乐健身 将带领小宝贝们来学习少儿武术 亲子瑜伽花式跳绳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期再见